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可以快乐 因为人人都想快乐 没有人想苦闷 哈佛大学就介绍了有20个快乐的方法 现在继一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就是要学会感恩 因为如果我们是用感恩的心去欣赏生活的美 和我们这样去想或者祝福别人 你的生活自然是充满幸福感的了 第二点就是要明智地选择自己的朋友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会直接令你开心与不开心 你跟他相处得好你就开心 大家有拗叫,怎会开心呢? 所以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人际关系了 那我们一定要找一些好的朋友 大家上住就会轻松愉快 如果我们那些是猪朋狗友的话 他只会带你走一条不好的路 那你何来有幸福之感呢? 第三就是要培养同情心 这件事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代替别人 站在他的方向来想他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明白他的处境 我们就会更加发挥我们的同情心 明白他的背后的故事 我们可以如何安抚他们的情绪 那大家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而且对方也得到你的帮助 减少他的痛苦 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点是要不断地学习 因为学习是令到我们保持年轻的 有梦想令到我们充满活力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活到老要学到老了 第五点就是要学会解决问题 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逃避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接受这个问题 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会建立我们的自信心 同时将来去做事的时候 都会容易面对任何的困境 第六点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为人生肯定有一个喜爱 你的目标 如果你的工作是你喜欢的 那这个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性质 并不是你心目中最喜欢的那样东西 你可以在公余的时间 培养你的喜好 或者培养一些嗜好去充实你自己的生活 第七点是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不开心的东西已经过去了 不可以改的 不要再想着它 未来的事情你不要忧虑 可能那些忧虑的事情并不发生的 所以我们要活在现时 即是当下 活好每一天 那你就能够把握现在 那你当下活得开心的时候 其他两种 过去和将来的都不需要去顾虑它了 第八点是要笑多些 因为笑是对抗恼和嘴爽最有力的武器 如果我们的嘴巴微微香上扬 嘴角上扬已经是有微笑的动作 都会令你心情愉快的 这个已经是有研究证明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每日在生活之中 在奋斗之中找尋一些幽默感 或者是多看一些笑的电影 令到我们提高我们的生活情绪 开心多一些 第九点是要学会原谅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怒怒生气 这些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 如果你自己犯了错的话 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会变成一个更加强大 更加是近向成功的一个人 所以犯错不要紧 学了这个过失永不再犯 就是一个好好的教训 所以不要发怒生气 这些是对自己一个的自我惩罚 如果人家做错事 令到你不高兴的 更加不值得 因为你是将别人的犯错 来惩罚你自己 第十呢 就要多说些 谢谢你 麻烦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多人不怪 人家为你服务 或者你大家相处之间 你多说些 麻烦你 谢谢你 这句话令到对方很开心的 对方开心 对着你的面容都会是开心的 你看到别人对着你笑 你自然会感染到这种快乐 大家开心 何乐而不为呢 第十一点就是学会心交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知己 人生得一知己 死而无陷 为什么知己那么重要呢 有多时 你心中的说话 连你最亲密的人 你都不想是说的 但是如果一个值得你信赖的朋友 他可以听你套你的心声的话 你说完之后 你的心会舒服很多 但他又不会出迈你 把这些说出去的 这个朋友 就可以称为知己 有这些知己朋友 在你最失忆的时候 他会默默在身边 聆听你的苦门 来支持你 第十二点就是要守你的承诺 就是做人要有信誉 不可以乱讲任何的承诺 而不去实行 因为你如果失信的时候 就令别人远离你 工作上如果你失信得多 别人就不跟你一起合作 如果朋友之间失信得多 你连朋友都会疏远了 失去你的友谊 第十三点就是冥想 因为有研究过 他说如果你平均做过 8次冥想训练 这些人 是比那些又控制狂的人 是开心多20%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训练 是会令到你大脑的结构变化 这个是可以减少的压力 和改善你的体质 值得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在家不妨做一下冥想的 第十四点就是关注你正在做的事情 当你全心全意投入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会处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之下 当我们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就不会过度关心别人对你 怎样看 和不会被其他不关重要的事情来 严重影响你 那结果你当然是更加幸福更加开心 第十五点 很多朋友都会知道 就是要乐观积极地面对人生 因为如果你经常消极 你觉得这个人生是没有目标的 如果你是乐观 是令到你去接近这个成功 和有幸福的感 因为你会觉得 希望在人间 明天会更好 第十六点是无条件的爱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自己的缺点 也要这样去要求别人 别人是有缺陷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说 他做事不行的 我不跟他交朋友 不可以这样想 因为每人都有缺点 我们要包容别人的缺点 接受别人的缺点 这样就是无条件的关怀去爱护 不可以挑剔人的 因为自己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第十七点 不要放弃 我们还没做完的事 不可以虎头蛇尾 不做了 一又困难出现 我们要不断地尝试 失败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 如果你一遇到失败 你就放弃 你就没有了这个成功感 又会削弱了你自己的自尊 我们决定了的时候 一定要尽力而为去做成它 在成功之前 不可以放弃 如果你一放弃 即是说 你失败了 但如果你不放弃的话 你就证明自己 我是尽力而为 就算你做不成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我是失败的 第十八点 就是做到最好的自己 然后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 我们的能力去到多少 我们未知 但是我们尽力去到那个界限的时候 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事与愿为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不可以是颓丧 不可以是执意固执地继续下去 我们尽力而为之后 去到自己的能力所极限呢 我们要随缘放下 那就心中无遗憾了 因为每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第十九呢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当然了 我们不照顾好自己 我们身体会有毛病的嘛 我们的心情也不会舒缓的嘛 这样身心不得精神好的时候 我们身体不好 怎么能够会开心呢? 病就最磨人的了嘛 最后的一点呢 就是回归社会 或者回归你身旁的人 就是学会给予别人 他们需要的了 其实因为做好事呢 是最令到你开心的这个方法来的 如果那些人做义工的话呢 他回归社会 或者某些人服务 他做义工呢 他的心情是会比别人更加开心 他的身体的状况 也比更加那些不做义工的人 更加是好些 而且更加长寿的 因为呢 当我们做好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佬是会变得更加活弱 而当你做好事 人家会多谢你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会 因为人家的感激 会更加开心愉快的 那所以呢 回归是一个最好 令到自己开心长寿的方法来的 那大家听了这二十点 你究竟做了多少呢 越想自己快乐一点 就越要做多一点了 那你们自己慢慢来 斟酌下 要继续去向哪方面加以改进呢 你不要做多一点 你别开始做多一点 那你们不要做多一点 他就要做多一点 好的